嗨,大家好,我是弄小喜 今天来到我朋友家里 海边 然后今天跟他们去赶一下海 也好久没来海边的 然后去看一下 感受一下赶还是怎么赶的 走 真的好久没来海边的 大概有五六年了吧 看到这个石头,你看 很亲切的感觉 然后闻到这边海的那个味道 就是跟家里的不一样 特别的舒服 大海我来了 走 哇,现在我走在这个海利的那个道路上 你看 都是用那个海利壳填成的 壮观吧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海利壳啊 都是这种壳填的 听说感很神秘啊 都可以抓到螃蟹什么的 像这个 搁浅的螃蟹啊,鱼啊 我们也来找一找 看一下能不能找得到 看到他们赶海我也蠢蠢欲动啊 好想到这边石头缝里掏一下有没有螃蟹什么的 有没有螃蟹什么的 说不定等下印记好的话真的可以掏得到 我们往前面走一走吧 前面更多那个礁石啊 走 到那边有个洞啊 好像外面有个小螃蟹 我们去看一下 小螃蟹真的发现很多 哎呦呦呦呦呦呦 这螃蟹好多小螃蟹啊 哇,这个跳跳鱼 竟然真的跳进去了 看到没有 那里面也是跳跳鱼 直风里一只小螃蟹躲在这边 这个野生的真的 活力很好啊 跑得很快 跑进去了 现在都可以把这个车子 骑到这下面来的 之前水都很深啊 十分钟前我们刚才看的时候 还蛮现在又退下去了 这个潮水涨得快也退得快 现在跟那个叔叔去那边看一下 那个渔网里面有没有碗到东西啊 好期待 嗯,这个都是泥土啊,你看 这边就是叔叔家的渔网了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他在那边收网 看一下今天有没有收获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 好期待这种网 说不定有大货啊 喂,我在这边发现一个死螃蟹 死掉了 哇,我在这个石头那边好像看到一个动静啊 去看一下 发现一个东西 不知道什么东西 滑滑的 哇,哎,会碰水啊 我怕这个东西 没抓过 什么东西啊 是八爪一哦 哇,练着我手有点怕 吓人 哈哈 很滑,扒不起啊 哇,看到没有 八爪一啊,太精细了 哇,竟然被我扣了一个八爪一 第一次赶了,竟然给我搞了一个八爪一 你看 哇,好漂亮好漂亮 原来八爪一是这样子的哦 在这个破鱼网的石头旁边啊 这个很拎啊 哇,放在一方那边 他们有吃这种生的嘛 拿去一生吃啊,粘芥末 他也看到这个我是不敢 抓在手上都拎在手上 别耳心啊 不知道吃在嘴巴里面会不会吸掉的口侣 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一下 哇,我们在这边发现这个啊 好多东西啊,上面啊 可能是什么螺吧 大片 洗一下看一下 哇,这个是螺 钉螺啊 看到没有 这些钉螺啊 刚才就抓到一个八爪鱼啊 然后两个小螃蟹 今天收获不是很好 然后他们说明天再来看一下 嗯,我也是第一次来抓到这个八爪鱼挺惊喜的 还是有收获的我觉得 第一次抓这种东西啊,在海里面 感受了一下这种赶海的感觉 感受了一下这种赶海的感觉 好啊,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边嘛 喜欢大海的可以来大海这边走一走 来感受一下大海的大自然的滑报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明天再见了 拜拜